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复优化施工组织方案 精心组织当地施工队 一切工作均已就去 《塔尔火山》12号下午开始剧烈活动 并喷出大量火山灰 2020年1月12日下午1点 菲律宾旅游圣地大雅塔附近的《塔尔火山》开始喷发 火山灰高达一公里 《塔尔火山》距我们项目部最近的通讯链打 只有三公里左右 虽然是第一次经历火山喷发 但是来不及害怕 我马上组织项目部召开紧急会议 迅速摸排受火山喷发影响供典的数量 及时调整施工方案和人员物资组织计划 为后续正常开工 点定基础 我们项目部一个工点 通常只有一只三名中方员工 每个人都身见舒适 白天在工地管现场 晚上回驻地做内液资料 大家就会天天工作到凌晨 随着对当地环境与人员的熟悉 我发现菲律宾人总体说教育程度比较高 性格平和吃苦耐劳 我决定尝试打造一支属地化管理团队 他们逐步成为项目部管理人员中的重要组织部分 能帮助我们分担对接专业分包队伍 项目所在社区 当地居民等步骤 看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通讯铁塔 我们为之骄傲啊 中铁吧聚在2020年至2022年度 连续三年茶联业主单位中兴通讯 全球最佳合作伙伴 我呢也融合了中国中铁第八件 劳动模范称号 这只对我和团队最大的鼓舞 我将和众多海外工程人一起 借过开落先锋的惊人气质 继续进行一带一路长饮 用世界行动 让中国技术 中国智慧 在海外造福世界各国燃典 我们感谢您的帮助 我们感谢您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